我是一个对感情特别看重的一个人 就是我看到一个好朋友的小伙伴 全走了 就剩我一个人在那儿 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室 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唱歌 就我一个人在那儿跳舞 我心里其实弱势特别大 当时其实学的根本学不进去 所以也经常问这样自己的问题 其实现在反共过来 是挺感谢的一个人 我自己没有放弃 真的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虽然心里很乱 但至少我选择坚持下去 我觉得是很骄傲的一种事情 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